所以这个20多岁 他就开始脚痛 到他30多岁的时候 只要是下雨天之前 他就怀疑他自己是风势 然后他就要拿董盖 他没有董盖的话 他就要拿雨伞 他没有办法 所以因为他的脚一直痛 他上楼梯会痛 他走路会痛 他即使是坐着 在家里开着冷气 他的脚都会痛 然后他就问我怎么办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给你的解决的办法 很容易的 就是第一 吃轻补条 第二 我跟你做治疗 第三 你要做复健运动 所以他的脚 就是做了两个月的治疗 然后他就吃了三个月的 这个轻补条 现在他平常走路 脚没有痛了 然后过后 他下雨天脚也没有痛了 他也不需要用拐杖走路了 我还是先说 我还是要拐杀了 我还是要拐杀了 感谢观看